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等列在海里沙瓦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冷如得雨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 又借西闭他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 西门太和故宫人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本周真言 请大家联统经文出处 连续读两次 罗马书12-11 因请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罗马书12章11-12节 因请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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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柔微笑 顾望我名字 沙滩超过 点下了我的小床 跟随你 走向大海望远 主 你知道我的一切 没有财报 没有提成长 只好与我 留错过你一切 我主 你对我的记住意 温柔微笑 顾望我名字 沙滩超过 点下了我的小床 跟随你 走向大海望远 沙滩超过 点下了我的平补 沙滩超过 点下了我的小床 不溫若犯愁 让阻碍天分 坠落藏永留 我主 你对我一起主义 温暖微笑 不把我名字 沙滩向我 你交流我的小床 跟随你 走向大海往洋 主 你照月路的阳派 千万千里 为你生协等待 你却是爱我 让我更前来 我主 你对我一起主义 温暖微笑 不把我名字 沙滩向我 别说有我的小床 跟随你 走向大海往洋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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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nt Meu 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正好在中间 在什么的中间呢 现在在美国 我们是在20�니다 这个新年的几个礼拜 你们也听到了很多的烟火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离二月十号已经很近了 真正的新年 中国新年 所以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说新年好 新年快乐是非常合适的 愿我们在我们的各种人生的祈福当中能够看到上帝丰盛的恩典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 我们看新的一年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现在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 我们看到了在耶稣事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呼召门徒 他到底会选谁来担任他的门徒呢 我们前几个礼拜看到了约翰的描述 现在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描述 当我们今天深入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 我们要真正开始以前让我们现在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主上帝 我们求你自己的带领 你的真理 请你自己带领我们在我们在了解你自己的经文的时候 让我们更加地认识你 更深入更加地了解你的话语 然后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到真理 然后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到了 约翰下奸以后 我们就停在这儿 这个是施洗约翰非常忠心的仆人 但是他下到奸里去了 这会让我们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么忠心的约翰怎么会被抓起来下到监牢里去呢 耶稣也说过在所有的女性生出来的孩子当中 没有人高过施洗约翰 但是在一章十四节说到了 约翰下奸以后 这次我们应该很感谢上帝让我们看到了 他没有隐藏让我们不知道 当我们忠心服侍上帝的时候 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会甜蜜美好 这里对我们来的提醒是 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的生活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站立地稳 我们要向上看 知道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这个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很不容易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答案 我们都知道答案 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做 可是呢 当我们遇到很困难的时候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时候 你现在可能是在挣扎当中 但是有人陪伴你 要知道我们的心虽然在挣扎 并不表示我们是不想要跟从上帝 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信靠上帝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信心 这代表的就是我们就是人 因为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挣扎 但只有我们慈爱的上帝 能够带领我们通过这些挣扎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举一些例子给你们看 在旧约里有一些很伟大的旧约人物 他们是相信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有亚伯拉罕 他是信心之父 他也有挣扎 我们有这个伟大的国王 大魏王 我们有以利亚 他没有死亡 他没有死亡 他弄断了 其他神 然后耶稣 他来后他 然后他逃 以利亚打败了所有其他的神 然后也许别派人来追他 他就挣扎了 上帝就派了一个天使给以利亚 他就说以利亚 你这个没有信心的人 天使没有这么说 我们看到了以利亚逃走以后 这个天使就为他 然后呢就叫他站起来 我们有看到基典 我们有看到基 eher 有约里弥 有约纳 有约那 还有摩西 他们都是信心的注持 信靠上帝上还有挣扎 在新约圣经也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是伟大的信心的人 可是他们也有挣扎 耶稣的好朋友 玛丽亚和玛大 还有耶稣所喜爱的门徒之一 彼得 不单单是彼得 而是所有的门徒都害怕了 那你知道他们害怕 耶稣后来怎么做吗 他就把他们当中显现自己给他们看 然后他就骂他们 没有 他并没有骂他们 他就让他们看他的手 他的脚 他鼓励他们走出去 多玛不在那当中 多玛也有同样的问题 他也有挣扎 还有这个施洗约翰 在女人所生的当中 没有人高过他的 施洗约翰 他被抓起来 下到监牢里 他被抓起来下到监牢里 所以施洗约翰在监牢里的时候 他就问了耶稣的门徒 说到底他是不是就是这位我们等候的 还是我们要等另外一个人 然后耶稣就送了派他的门徒去跟施洗约翰讲说 施洗约翰你是小信的人 我对你非常地失望 这不是耶稣没有这么说 耶稣派去这个门徒就跟他讲 你跟施洗约翰讲 你所看到的一切 所发生的神迹奇事 只要我们是人 我们一定会有挣扎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有时候非基督徒的生命 看起来一点毫无问题 都没有问题 那只是你所看到的 他们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基督徒 有基督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仰望基督 仰望耶稣 然后他会给我们帮助 撒旦并不希望我们走到耶稣的面前来 那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最大的特权 我们有一个充满慈爱的上帝 我刚刚所提到的所有的那些伟人 上帝在他们伸扎的时候 都跟他们同行 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忠告 就是要信靠他 因为在我们的挣扎当中 他会很慈爱地带领我们 走过这些挣扎 我们要信靠他 然后跟从他 我们要信靠他 我们要信靠他 我们再继续看14到15节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repent is to change your mind 所谓的悔改就是要改变你的心意 more directly it is a complete 180 也就是完全180度的转变 if I am going in one direction I completely turn into the other direction 如果我是走的是这个方向 我会完全的180度 走另外一个方向 that is to repent 这就是所谓的悔改 we are turning from our way to his way 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道路 转向上帝的道路 now when Jesus says believe in the gospel 当耶稣说相信上帝的时候 福音的时候 in the Greek it's the same word as to trust 这个相信这个词 在希腊文中 就是信靠的意思 and or to be faithful to 也是说要忠诚忠心的意思 so when we believe in the gospel we are trusting in God we are being faithful to God 所以我们相信福音 也就是说对上帝忠诚 也就是信靠上帝的意思 his way instead of our way 是他的道路 而不是我们的道路 so again when we are working through our struggles and we're asking him for help 所以当我们走在挣扎当中 我们求他帮助的时候 he helps us to begin moving from our way to his way 他怎么帮我们呢 他是帮我们 从我们自己走的道路 转向他的道路 and you see oftentimes we still don't fully understand it we don't quite get it yet 那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完全明白 到底上帝是在做什么 but we continue to turn from our ways towards his ways and we trust him 但是我们却可以 不断地信靠他 一点一点 慢慢地从我们 走的道路的方向 转向上帝 要我们走 他的道路的方向 if it made total sense to you there wouldn't really be much trust 如果好像你完全理解的话 那你就不太需要 有什么信靠了 recently we saw you know a airplane door fly off 我们最近看到了 一个飞机 对不对 那个飞机的一个门 飞走了 how many of you understand how an airplane works 你们知不知道 飞机是怎么样的 进行的 we don't understand it 我们不懂 对不对 but we fly in it 但是我们却坐在飞机里面 you have to trust in the airplane 你必须相信 这个飞机 对不对 and the people that are flying it 也要相信 那个开飞机的人 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don't fully understand but we trust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完全地理解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信靠 but greater than any man is God who knows all things 但是呢 上帝是全知的 他胜过我们每一个人 so he should be the easiest one to trust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信靠上帝 应该是最容易的 but our heart so much wants to do our own thing 但是我们的心呢 却不想信靠上帝 我们想要自己做主 and that's why God needs to help us to move from our ways to his ways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上帝 需要把我们的心 从我们自己想走的路 转向他 要我们走他的道路 we are to live more and more faithful to him and to his word 我们要更加的 忠诚地遵循 他和他的话语 you see it's not easy especially in our humanness but what God shows us is that it's very much possible 对我们来说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就是人嘛 可是上帝却让我们看到 这是有可能的 and we are also to know this that worthy is he that he is the one that is worthy of our devotion 因为他是配得 他是值得我们 伟生于他的 his ways are higher than our ways 他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and you see this was a message that Jesus proclaimed 2000 plus years ago 这是耶稣在2000多年前 所宣告的信息 and it's still very much rich real and relevant for us today 但是在今天对我们来说 还是一样的真实可靠 all right now moving on to verse 16 passing alongside the sea of Galilee he saw Simon and Andrew the brother of Simon casting a net into the sea for they were fishermen 我们看下面十六节 耶稣顺着加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 安德烈在海里沙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here's a great picture 这里是一个很美的图画 two brothers casting a net into the sea 有两个兄弟 他们在把这个杀网 for they were fishermen 因为他们是渔夫 thank goodness that Mark tells us this that they're not just random people throwing a net into the sea 才好马可告诉我们 不是一般的人 随便去撒个网 they were fishermen 他们是渔夫 so let's think about this for a moment fishermen 那我们想一想 渔夫这个职业 as a professional fisherman they can strategize 他们是专业的渔夫 所以他们是有策略的 they know the best time to go out they know the ideal location they can gauge the weather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 出海最好 什么时候呢 什么地点最好 然后什么天气出去最好 and yet with all of that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hey are not guaranteed a single fish 虽然他们有这么专业的知识 但是他们并不是说 出海了一定会捕到鱼 the fish don't just go to you because you're a fisherman 鱼不是因为你是渔夫 他就会到你那边去 in fact we know in scripture of a time when they go out and they cannot catch any fish 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了 他们这些打鱼的出去 结果什么都没有打到 you see fishermen don't always catch something 所以渔夫并不一定 总是会捕到鱼 but here's the thing about fishermen they know how to appreciate chereish and celebrate a good catch 但是呢 当他们捕到鱼的时候 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欣赏 珍惜还有庆祝这个收获 another thing that fishermen understand professional and also amateur they understand community and relationship as fishermen 那身为渔夫他们也很了解 什么叫做群体的生活 什么是美好的关系 you see fishermen they will cast a line into the ocean and they'll stick it into the stick on the ground 你看有一些人去钓鱼 他就会去把这个鱼钩 丢在海里 然后把这个鱼竿插在这里 and they just sit there 他们就坐在那 and women might look at these fishermen and think what a waste of time 那有些人看着这些打鱼的人 就说 这好浪费时间 对不对 you see but what men enjoy about fishing in that aspect is that they spend time talking to each other as they're waiting for the catch 很多男人喜欢去钓鱼 是因为他们可以聊天 在等着这个鱼上钩的时候 they talk story they appreciate nature they feel the breeze they're appreciating 他们就随意地聊天 欣赏大自然 享受新鲜的空气 and then when the bell rings and then something's on their line then they get excited 然后那个东西就开始响了 有鱼上钩了 他们就很高兴 很兴奋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a tire or a rock or an actual fish 不管是不是什么小东西 或者不是鱼 或者是鱼 他们都很高兴 you get excited and you're part of that community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这是一个群体的活动 you see the other thing about fishermen is that it is not seen as a privileged or highly regarded job by any means but they know hard work they know how to do hard work 但是他们却是认真心情的工作 they know how to use their knowledge to succeed 他们知道怎么样 用他们的知识 来得到成功 think about this similarly God used shepherds 同样的上帝也使用了牧羊人 that's another profession that isn't highly regarded it's not a highly privileged or regarded job by any means 所以牧羊人也不是有什么特权 也不是什么特别 受人重视的工作 you see but both shepherds and fishermen they still possess very good leadership skills and they are caring and passionate for what they do 不论是渔夫 或者是牧羊人 这些人 他们都有 他们自己的领导的才能 而且他们很会 关心别人 don't get me wrong that doesn't mean that all of them are good you know there's bad ones too 并不是所有的渔夫 和牧羊人都很好 也有不好的 对不对 but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simplicity 但是他们可以了解 这些简单的东西 I mean think Jesus himself was raised up by his earthly father Joseph who was a carpenter 耶稣的爸爸 是谁 是个木匠 another hard working job one that can appreciate good workmanship 这个木匠的工作 也是一个辛勤的工作 很不容易的工作 而且他可以体会到 简单生活 that appreciates community and also serving community 也能够体会到 这个群体的生活 也能够很感谢 这些群体的人 You see these are hard workers that could appreciate the simplicities of life 所以这些人 都是很认真工作的人 能够很体会到 生活简单生活的美好 in our world today we have more than ever before 但是现今的社会 我们的生活不简单 有很多很多东西 and we have more depression and boredom and sadness than ever before 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 更好更多 但是我们的忧郁症 各种疾病 各种精神疾病 也越来越多 because we cannot appreciate the simplicities of life 因为我们无法来欣赏 来珍惜我们简单的生活 we want what everybody else has and we're worried about what we don't have 我们只是想要别人有的 然后就想到自己没有的 again the disciples are fishermen 但我们再试着看到 这些门徒是渔夫 and just because you're fishermen doesn't mean that you're not human 他们是渔夫 所以他们也是人 the disciples have their own humanness right they wanted to enjoy the niceties and the luxuries of life too 所以他们是人 当然也会想要享受 美好的生活 也享受一些奢侈的生活 they wanted to be they wanted to argue about who was going to be first 你们看到的这些门徒 不是也是说 谁可以是第一吗 who was Jesus' favorite 耶稣最喜欢哪一个门徒 you see but what Christ showed them that even as he was the first he came to be the least 但是耶稣却让他们 以身作则 让他们看到 虽然他是第一 但是他来是要服侍人 Jesus came 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 所以耶稣来是要去服侍人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so it's interesting that God didn't choose a mighty king or a wealthy king or family or a mighty warrior to come and save the world 我们看到了耶稣所选的人 上帝不是选择一个 大有能力的国王 或者是勇士 来拯救世界 he chose shepherds 他选择的是牧羊人 he chose a carpenter to help raise his son 他选择了一个牧匠 来养这个孩子 and now when Jesus is choosing his disciples he chose fishermen 那耶稣在选择 他的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 他选的人呢 是渔夫 you see he and only he is worthy 所以只有他配得 and yet he is also very patient he is loving he is compassionate and he is gracious with us 然而呢 他对我们也是非常有耐心 充满爱心 还富有同情心和慈爱 and so when he raises up the church 所以当他兴起教会的时候 the church is actually supposed to be a place where those that are suffering 教会应该是一个地方 那些有困难的人 can be helped by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walk them to the cross 可以呢 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助那些 来教会有困难的人 能够走到十字架的面前 to help them to see where their help comes from 帮助那些人看到 他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 to know that in our humanness we will all struggle 要让这些人知道 在我们身为人 就会有挣扎 but the love of Christ that comes in and through us can help one another to bring those that are in need to the cross 但是上帝的爱 通过我们这个人 能够留到这些人的身上 带领他们来十字架 看到上帝的爱 meeting us where we are at and growing us to where he calls us to be 所以他就在我们现在 所处的境况来跟我们相遇 然后带领我们来到 他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 On to verse 17 And Jesus said to them Follow me and I will make you become fishers of men 十七节说到了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So now they will become fishers of men 现在他们要变成 得人 的人 And likewise in evangelism we can strategize 就像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策略的 We can seek out the best time location even track the weather for certain events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什么是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地点 什么是最好的天气 来传福音 But you're not guaranteed a salvation 但是并不表示 你一定会有人信主 And yet like the fishermen that they were you cast the net into the sea Anyway 但是我们也就像 那些渔夫一样 我们就把我们的网 撒在海里 Faithfully proclaiming the gospel Wherever he sends And when he calls us to speak up 不管上帝派我们 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就很忠心地 来传扬他的福音 Because it's a part of who we are And we simply respond to him 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只是回应 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So we all know what happens in verse 18 And immediately they left their nets and followed him 在十八节我们看到了 他们立刻就舍了网 网 跟从了他 Now think about this How amazing is that 你们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奇妙的事情 They left what they were good at 他们放弃了 他们所很会的东西 What they were trained up in 他们一直被训练的东西 That must have been some type of conviction of the Holy Spirit for them to get called and just drop their nets and follow after Jesus 一定是圣灵的一种感动 一种呼召 所以他们才能够放弃一切 然后跟从耶稣 Might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ould convict us with such a passion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祷告 希望这个圣灵也同样 给我们同样的感动 我们可以来这样子 来有热情地跟从耶稣 One that pushes us past our fears and our doubts 这些这样的热情 可以让我们胜过 我们的疑惑和惧怕 One that moves us away from our way and into His way 帮助我们能够 伏在走我们的道路 而转向走上帝的道路 One that moves from building our kingdom to building His kingdom 这样的热情 让我们从建造我们的国度 转而建造上帝的国度 Getting down to verse 19 And going a little farther He saw James the son of Zebedee and John his brother who were in the boat mending the nets We have another instance of two brothers this time they're helping dad prepping the nets and cleaning And it says in verse 20 And immediately he called them and they left their father Zebedee in the boat with the hired servants and followed him 耶稣随即呼召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 西比泰和故的工人 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First off I know in our Asian culture we imagine how could this actually happen 我们在这个亚洲的文化当中 想想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Imagine how much I would get scolded if I left my dad in the boat Following after another and leaving our father in the boat but all kidding aside I just跟从一个 不认识的人 然后把爸爸 留在船上 是不是很 很可笑呢 How crazy of a picture is this This is a very funghwan的一个画面呢 And you see the lesson for us is not about leaving your livelihood or leaving your family behind 但是呢 这个我们学到的工会 并不是说 放弃你的工作 或者是放弃你的家人 Rather the question for us is What is it that we are placing our trust in 重点是 我们到底是 信靠什么东西 什么人 What is it in this life that you are more faithful to than his word his truth and his call upon your life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什么是比 遵从耶稣的呼召 还有带领更重要呢 Because those are the nets that we get tangled in 因为这些 只要我们看得 比耶稣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会 缠累我们的网 Those are the nets that we need to put down and follow him 所以这些东西 什么在缠累你 我们就必须要 放下这些网子 来跟从耶稣 to go after him 就是跟从他的脚步行 literally following in his steps going after him 就是跟从他 跟随他的脚踪行 You see when the words in the Greek say to follow me it's actually a pursuit aspect of going after him 所以当这个 在说 跟从他的时候 就是追随他的身后 这样走 So last night in the youth group we were playing a game of tag 昨天我们在 青少期 我们在玩一个游戏 and as soon as you tag someone you have to run away 你碰他一下 然后你就要跑走 and you see that's the aspect of going after someone you are pursuing them 所以你就是 在追着这个人 it's not like when you say kids come 也不是说 过来过来 and they go slowly and this way and yeah no this is pursuit they're chasing after you 追着那个人 来跑 it brought back to mind a picture of how many of us have ever seen a picture of footprints in the sand 我现在想到一幅图画 沙滩上的脚印 有多少人看过 kind of an older picture 是一个比较老的图画 in fact I think that the same salesperson sold it to everybody 我在想是同样那个 推销员来把这个幅画 推销给每一个人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first grade and this man knocked on our door 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个推销员 敲我们的门 and then about five minutes and five dollars later my dad had a picture inside of our bedroom 五分钟以后 我的爸爸花了五块钱 买了这幅图画 and it was a footprint in the sand 就是沙滩上的脚印 这幅画 and if you know the poem it's a beautiful picture and it's really a sense of Jesus carrying us 那如果你知道 这首诗的话 是很漂亮的图画 是讲到耶稣 这样抱着我们走过 but as I grew up and I would be at the beach I would start to really look at actual footprints in the sand 那我慢慢长大了 我到了海滩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海滩上的脚印 and God brought about the thought that especially if these footprints in the sand were those of the one that you love 那特别看到的是 那些脚印 是我们所爱的人的脚印 one that your heart longs for 就是你心里 所关心的人的脚印 and so you know now I can even look at those pictures that I think of back in my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days and I think of now even following after my kids if their footprints are in the sand 所以我现在 想到脚印 有时候会想到 高中的事情 现在我看到了 也看到 我自己孩子的脚印 maybe it's my wife's footprints in the sand 可能是沙灘 算是我太太的脚印 you see but back then what Jesus showed me was you see my footprints in the sand 那时候 那幅画 让我想到的是 我自己的脚印 and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see my footprints in the sand 如果 你看到 这个脚印的话 you see the thing is that what God showed me back then was that the footprints in the sand only show us where he was 我们其实这个 沙灘上的脚印 是耶稣的脚印 我们看到的是 他曾经走过的脚印 but our true desire is to be where he is 但我们真正心里 所想要的是 要在他现在在的地方 and so I will follow those footprints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sand but what if it leads to a place where it becomes a paved path 那如果 我跟从这个脚印 然后就到一个地方 是变成一个岔路口 怎么办 do I just stop 我是不是停下来 or do I think where has my Lord gone 那是不是 我要停下来想一想 我的耶稣 到底跑到哪里 走哪一条路 and I do my best to use the knowledge that I have to continue to pursue and go after him 然后我就用 我自己所有的知识 来 选择 耶稣可能走的道路 来追随他 I may call out for him 我可能会呼叫他 but my heart desires to be where he is 但是我的心 所要的是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he was 而不是在于 他所走过的路 and the thing is that for some of us we feel too busy to journey we're so busy that we just think well if he would show up right in front of us okay 那我们太忙了 我们想说 如果耶稣现在 就在我的面前 给我看 那很不错 I'm not saying that he won't 我并不是说 他不会来 显现给你看 because he did that for the disciples right 因为他对于 呼召门徒的时候 就到他面前 来呼召的 he showed up right in their midst 他就是在 这些门徒面前 来呼召他们 but you see while he helped them in their unbelief in that moment 在那时候 他帮助了 那些门徒 他们的不幸 they eventually had to grow to trust and follow his lead even when there were no footprints to follow 那这些门徒 在不断的成长当中 最后呢 虽然没有脚印 耶稣的脚印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跟从他 耶稣告诉他们 to wait for the holy spirit 耶稣告诉他们 要等候圣灵的 道理来到 and Jesus ascended into heaven 然后耶稣就 升天了 the disciples didn't just watch and stay there 门徒们并不是 只是在那 然后就看着 Now what do we do Now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they did what they knew and they followed 用他们知道的方法 来做 就是怎么跟从耶稣 You see they were no longer following his steps but knowing his heart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they went after him 所以现在耶稣 没有脚印了 所以他们 这些门徒 不再跟着 他的脚印走 而是明白 上帝的心意 而且有圣灵的带领 You see we don't have to be the next Billy Graham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试下一个隔离汉 bu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can be freed from the nets that entangle us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从 蝉累我们的 这个网当中 被释放出来 we can begin to proclaim his truth as he leads us and guides us 我们可以 跟着他的带领来 宣扬他的真理 living out his truth in our lives for the world to hear to know and to see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活出他的真理来 让世人 能够听到 知道 还有看到 and the fruit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he does in our life can then begin take seed and begin to bear fruit in the lives of others 所以他在我们 生命中所做出的 改变 所结出的果子 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种子 撒在别人身上 让他们也能够 结出美好的果实来 and so I want to close us this morning with the watch word from Romans 12 11 to 12 and it says do not be slothful in zeal be fervent in spirit serve the lord rejoice in hope be patient in tribulation be constant in prayer 最后我要以 这个礼拜的 本周真言来做结束 在罗马书12章 11到12节说到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 要喜乐 在患难中 要忍耐 祷告 要恒切 所以我对大家的鼓励是 不要被今生的一切所残累 让我们放下这些残累的网子 从我们的道路 转向耶稣的道路 跟从他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的教导 你的带领 我们今天说了除了我们的话语以外 求你自己的圣灵 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做功 让我们知道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 并不是别人 一些人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做法 求你自己亲自 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会很清楚地听到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然后我们就能够放下 我们的残累 我们的网子 然后跟从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